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3月22号星期日 大家好 白宫副总统办公室的有一个职员被确诊了 确诊了之后 现在说这个职员的情况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被确诊了之后 其实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没有什么症状 然后或者有点小症状 就跟赶了一场冒一样就过去了 对吧 那说他在早先的时候 出现了轻微的感冒症状 然后到从3月16号开始 就没有到白宫上班了 白宫也是很小心 对吧 从16号开始 我们说从16号开始 白宫在开机业乐待会的时候 都要测体温 只要有体温都别进来了 对吧 对 想想大家 我们会员中央声明还说 有一个发烧近期的记者 是吧 是哪的人 对 不说这事了 他自16日起就没有到白宫上班了 因此副总统还有总统 都没有和这名确诊的职员 有过任何接触 但是白宫的医生也认为 认为副总统 因为没有跟这名职员 有过接触的话 所以没有必要接受检测 但是彭斯认为 自己身为副总统 及领导白宫抗议小组的组长 他有责任重大 所以他决定与他的妻子 在今天3月21号 今天下午 接受检测 我们这是刚过12点22号 但其实就是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接受检测 我估计应该很快就会出来结果 现在通常结果就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 可能现在晚上 然后没有再通信 我估计可能明天就应该出结果 实际上我觉得 如果现在没有知道消息的话 应该就是阴性的 如果是阳性的话 现在已经闹翻天了 是吧 赶紧说 应该就赶快说了 阴性的也完了 对吧 好吧 那我们看一下吧 我估计应该是阴性的 要阳性的 现在就已经炸了锅了 对吧 对 好吧 那这些影响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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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